日月潭 嗨 底嘉 無邊寄泳池的感覺 興奮 有點開心 三隻蝶蛙 看起來也是超好吃 好吃耶 看到嗎 它裡面還包裹 剛好有一個底嘉有一次有的時候我說 嗨 嗨 原味的濃爐肉 和紅茶很香 對 裡面都有爐到 紅茶控肉 很有氣氛 大家好 我是滴滴 今天是久違的滴滴造系列 第一天的話 我們要先去日月潭 我已經大概 十年吧 也許超過十年沒有去過日月潭了 最後一次去是大學的時候實習 帶那個學校的學生到九州文化村去 也沒有進去日月潭 所以這一次要去日月潭我超級興奮 Anyway 那如果你也想知道這一次我會帶大家去日月潭的哪一些地方就繼續 看下去吧 我們到了第一站是巷山遊客中心 聽說這也是全南投最美的遊客中心 我跟你們說今天太陽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大 但是其實還滿涼的 因為還有一點風 哇 超級舒服的耶 這邊 有聽到回音嗎 你好胖 你怎麼那麼胖 你怎麼那麼胖 我覺得這回音超好玩的 對 嗨比加 他走到這裡面這邊 可以直接看到日月潭耶 超美的 哇 有種無邊際遊池的感覺 他遊客中心旁邊還有裝水的地方還不錯 超美的 哈囉大家 我們已經離開巷山遊客中心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 向左轉 小小的 然後簡單走走拍拍照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出發去下一個景點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最近新開放的水蛙頭步道 然後他的入口處旁邊有個停車場 我是第一次要去看那個 九蛙蝶巷耶 我以前沒有去過 有一點 興奮 有點開心 他這個步道是一直往下走這樣子 還好我們今天來的時候天氣還滿涼的 所以走起來還滿舒服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運動的感覺 我覺得如果怕蚊蟲的話 可以帶個防溫液 我必須說我們這個天氣還真的剛剛好很舒服 因為疫情在家真的悶太久 可以出來呼吸這種新鮮空氣 會覺得有種被淨化的感覺 我們走到了 從入口處走到下面這邊 我覺得大概5到10分鐘吧 就是不會很長慢慢走的話 欸超酷的 我看到了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好酷喔 現在水面上可以看到三隻蝶蛙 水蛙頭平台 從去年的11月開始整修 在今年的7月31號已經正式開放可以參觀了 新九蛙平台以九蛙蝶巷為一個原型 然後它平台設計也是一個圓湖形的 讓遊客可以從各個角度跟九蛙 還有日月潭的湖景一起拍照 給大家看他們新的九蛙平台 我覺得規劃得很好 從上面這一層往下拍啊 就可以清楚地拍到人跟九蛙 還有日月潭 還有山井的照片 給大家看九蛙的屁屁 我真的覺得這很酷 我第一次看 再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正面 好酷喔 它這邊是坐樓空的就可以看到日月潭下面的水 好來 幫我拍嗎 這樣可以嗎 它這邊有一張日月潭目前的蓄水量 然後我們剛看到的是有出現三隻嘛 所以現在有98%的蓄水率 其實還蠻高的耶 九蛙掰掰 我們看完九蛙了 我覺得這一個景點 大家一定要來這邊走走 我很喜歡它從上面走下來的那個步道 就是不會很難走 然後又到他們新規劃的那個平台 我覺得做得也很完善 就是他們新的那個鐵網啊 就是走的時候比較不會滑 比較不會跌倒 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話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有規劃來日月潭玩的話 不要忘記來新的水頭蛙平台看酒吧底巷喔 這好酷喔 這是靈芝嗎 我可以拔回家燉湯嗎 結果我們走上來的時候剛好飄一點小雨 好幸運喔 結果還好沒有在那邊的時候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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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對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吃飯 因為我們沒有很餓 所以就想說先把想去的景點給走一走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把車停在我們住的民宿的停車場 然後現在要走路去伊達少老街吃東西 我們到伊達少馬頭了 我怎麼覺得這裡有一種淡水老街的感覺 我第一次來 我們要來買這一家東東掛包 然後我們買了一個總會大掛包 第一間買這一家總統魚酥捲 然後我們是買綜合的 下一點我要買這個泛泛雞翅 看起來很好吃 它剛剛裡面還有加蔥跟辣 總統魚酥捲也買好了 看起來也是超好吃 我們要來買這一家的紅茶 我們買好我們的下午餐了 然後現在要回民宿吃 我剛剛打電話問我們民宿的老闆 他們說我們已經可以進房間了 到民宿了 我們今天住的是這一間喜慕民宿 耶 這是我們的房卡 然後他們這間民宿是有電梯的喔 然後他們這間民宿是有電梯的喔 有夠餓 我想要先來吃東西 燙燙燙 這個是豆干掛包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吃耶 它的那個豆干很嫩然後很juicy 下一個我要來吃這個總統魚酥 它做了兩個口味一個是什麼 魚肉喔 哪一個是蝦餅 我分不出來其實 反正就是找這樣 唉唷 唉唷 嗯 滿脆耶 嗯 不難吃 我覺得它的評價是不難吃 它吃起來就是給更啊 味道就是給更的味道 它的辣椒很好吃耶 它的辣椒很香耶 接下來要吃這個 泛泛雞翅 它好像就是五穀雞翅 然後裡面有包 飯 這個我超期待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雞翅 看到嗎 它裡面還有包蔥 喔 怎麼有頂瓜瓜的味道 好吃 喔 有苦頭啊 不是說五穀嗎 我滿喜歡這個雞翅耶 它真的有那個 頂瓜瓜那個瓜瓜包的味道 我覺得蠻好吃的 要加辣喔 要記得加辣 哈囉大家 吃飽飯我們要繼續出發了 等一下我們要去一間 我意外在網路上找到的蛋糕店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出發吧 剛好有一個底家 有一次有跟我說 他想要看我開車 喂 為什麼想要看我開車 接下來我要去的這一家店 叫做空中的魚 它是一間賣乳肉蛋糕的店 然後我也有詢問老闆說 他們可不可以拍攝 結果老闆是說 歡迎我去找他們玩 所以我超開心的 到了這一家 空中的魚 嗨 浜浜浜浹 加油 不要按摩 因為我夠保冷 對 然後它是冷凍 那一口保冷氣 好 買好了 結果買好之後 我又跟老闆娘在裡面聊了好久喔 然後我買了一個台茶八號濃乳酪的蛋糕 這個是老闆送我的 好像是原味的濃乳酪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娘 你們人真的太好了 接下來我們來隔壁的喝喝茶 最近也是一個底家推薦我來的 他說他們的茶葉蛋超好吃 叫我一定要來 然後我們剛進來一個人的門票是50塊 三樓可以吃茶葉蛋跟喝茶 從空中的雲那邊過來這邊只要30秒 真的就在隔壁而已走路都會到 他進來這邊有介紹一些茶葉的製造過程 他這邊是可以喝茶吃茶葉蛋的地方 他的紅茶還蠻香的 茶葉蛋 茶葉蛋還有一點溫溫熱熱的 他是滷到那個蛋白裡面都有味道 茶葉蛋就是要吃到滷到裡面都有那個香味 我們剛吃完茶葉蛋 現在來到他們的二樓 二樓的話就是商品區 有賣一些他們自己的自創商品 他中間的玻璃這邊往下看 還可以看到我們剛剛一樓的那個茶葉 他販賣步步走出來這邊有賣冰淇淋 我點了一個紅芋口味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烏龍芒果 上面還有附兩塊餅乾超可愛 好吃耶 我覺得他那個紅茶味好重 好吃耶 吃起來很冰耶 吃起來很冰耶 你不講幹話會吃嗎 是不是很冰 不是我吃到那個芒果 我吃到芒果 芒果好酸喔 欸你把剛塊餅乾吃掉了 他兩塊是不一樣的 他兩塊是不一樣的 哈囉大家 我們已經離開喝喝茶了 然後現在要去等一下吃的 晚餐餐廳的路上 然後我就半路中很想要停下來 看一下那個日月團的湖 我來拍給大家看 真的很漂亮耶 他中間那邊啊 這個地方 好像是一個 島 然後但是好像要坐船才有辦法 看到那個 就是看那個島整個的面貌 我們到了 直接進去看看 這邊感覺好清幽喔 很舒服很安靜 然後旁邊都是 蟲鳴鳥叫聲 我們要來吃的是這一家 阿爸食堂 其實這一家我本來是訂中午的 結果那時候老闆打電話跟我說 他們中午有 是問我可不可以改晚上 所以我們就改到晚上來吃 那這個食堂的話 它是無菜單料理的 有兩種價位 一個是350 一個是450 那我們今天吃的是一個人450的價位 哈囉 嗯 嗯 阿爸食堂 這邊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三合院的一個食堂 所以在這邊吃飯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種 古色古香 古早餅的那個氣氛 我們來第一道菜 我問老虹這個什麼 他跟我說這是要什麼 麻油蛋什麼什麼東西 不是不是 麻油蛋 bread 蛤 麻油蛋 bread 麻油蛋 bread 是什麼 不是吧 這個是紅茶控肉 我剛剛問了那個老闆 老闆的孫子嗎 說剛剛那一道那個什麼 麻油蛋是什麼 那一道叫做麻油蛋金針菇 這麼簡單 還記不起來 你聽不懂什麼叫金針菇嗎 這是什麼 好 金針菇魚 喔 謝謝 這邊有幫你給我 想吃看看嗎 好 謝謝 謝謝 哇 謝謝 謝謝 後來又上了一個筍子湯 然後這個是檸檬鱸魚 還有一個涼拌過貓 這個是控肉 我可以翻一次吃 這控肉的味道好像有阿嬤滷油 過貓 它上面白白的那個是泥龐 然後黃黃的那個是 居然是可樂骨耶 超酷的 這間店我蠻推的 就是 你可以吃到阿嬤的做的料理 然後 還可以在很有氣氛的老房子裡面吃東西 喜歡 最後又上了一個甜點耶 紅骨粿 可是我們前面的菜都還沒吃完 它的飯啊吃不夠都還可以再加 它的控肉真的很下飯 配飯剛剛好 帶大家看一下它晚上這邊的感覺 很有氣氛 好好笑喔 欸 欸 欸 嚇我一跳 我很喜歡他們的廁所 很有設計感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板上植物 阿爸拜拜 阿爸也超親切的 他剛有出來外面坐一下 還有跟我們打招呼 我覺得阿爸的食堂很值得大家來這邊 試試看阿爸的手藝 而且他們的服務人員都很親切 我覺得應該就是他們都是一家人吧 大家都很親切 所以吃的那個氣氛 感受很好 然後東西也很好吃 那我們現在吃飽就準備要回民宿啦 哈囉大家我們到房間了 然後今天還沒跟大家介紹房間 那現在就直接帶大家 Room tour 門口一進來的正前方 就是廁所 有兩個漱口杯 然後背瓶的話也都有 下面的話有毛巾 跟吹風機還有浴巾 那接下來是他們淋浴的空間 是長這樣子 是用上山材料的洗髮乳跟沐浴乳 馬桶在門的後面 那門口往裡面走 這邊有一個鏡子 那進來的左邊是雙人床 然後右邊就是電視 往裡面走這邊還有一個沙發 然後這邊就是梳妝區 那桌上有兩個杯子 然後這邊有紅茶咖啡跟奶茶包 還有兩罐水 旁邊的話也有熱水壺跟杯子 還有一個化妝鏡 再來是冰箱 它其實冰箱裡面就沒有東西啦 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是我們自己放的 我覺得它的房間就是蠻大的 然後很溫馨這樣子 那該有的東西都有 空調也蠻舒服的 那它的房價的話是2700含早餐 我個人是覺得房價有 一點點高 但是它這邊蠻方便的是 走出去旁邊就是一達少老街 然後也有專屬的停車場 所以便利性還蠻高的 重點是老闆 就是民宿的主人都超級親切 那就給大家參考看看囉 那我覺得今天過得超級充實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 這麼認真的在日月潭這邊玩 所以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其實還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 但是礙於我們就只有來一天 所以之後有機會的話 應該還會再來一次日月潭 那也要感謝幫我推薦了很多景點 還有餐廳的底夾 那真的謝謝你們我才有辦法完成這一次的行程 不然我對日月潭這邊真的是 非常的不了解 所以那時候在排的時候我頭超痛 一直不知道要去哪一些地方 我真的覺得我做頻道有底夾的 陪伴真的是 何德何能啊 難能可貴 有你們真的是太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再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了追蹤我的IG 下方的資訊欄也有IG的連結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大學的時候 最近新開放的酒 最近新開放 來新的酒挖 水投挖平台 新的水投 餐廳很多意見 說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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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